大家好,我是小宁 周末了,花10块钱给老公做顿大餐补一补 咱们自制一个外面88块钱的波波锅 二斤花葛先用刷子把表面刷干净 然后倒入漏勺里 用水反复冲洗洗掉表面的泥沙 然后把它放到大盆里边,重新放入清水 再加入一勺的盐 一点香油,搅和搅和 把花葛搅和晕了,让它吐沙 切一些姜片,再来点葱段 一些干辣椒用剪子在中间剪一下 这样香味更浓 然后加入清水把它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脏 备好的小料打在字幕上,大家可以截图哦 炒辣味的菜最好用菜籽油 直接加葱姜,辣椒,花椒,麻椒 把它先煸炒到出香味 辣椒咱们之前过过水,所以是很耐炒的不会糊 把它扒拉到一边 然后下皮辣酱 炒出红油 然后把它们和到一起再炒一下 烹入料酒 加入水 然后加香叶 胡椒粉 一点点生抽提鲜 熬煮到开锅再煮上5分钟 转移到真米电火锅里 花隔土砂半个小时就基本已经干净了 像这种土到已经去世的,就直接把它扔掉吧 把它们直接放到真格带的壁子上 今天呢我比较有时间,所以就给它摆了个造型 把壁子插回火锅上 上面撒一些香菜 再来一点小米焦碎 按一下升降键 水的高度和花甲是持平的 大约两分多钟 花隔会在汤中拨拨拨的爆开 哇,是不是很惊喜 绝对是一道大餐 花隔拨拨拨爆开 立马就按上升键把壁子生起来 煮得太久就不好吃了 看一下,肉非常的嫩 非常的满 二斤花隔可以煮这样的两锅 周末的老公就是大餐加啤酒 十块钱也挺自艺的哈 我的大餐就是汤煮粉丝 俗称花甲粉 同样是直接汤里煮上两分钟 看上去也不错哈 祝大家周末愉快哦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呢 欢迎给小宁留言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